中国封建帝王后宫加厉三千 他们既是皇帝自以享乐 宣泄欲望的工具 同时也是争宠夺权的对手 在后宫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失败者往往身败名裂 甚至粉身碎骨 纵然成功 他们也要忍受深宫的寂寞孤独 时时提防被取而代之 封建宫廷而与我诈的残酷现实 导致他们心里扭曲变态 从而变得心狠手辣 这也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一 吕智略带沉默 身份 汉高祖刘邦皇后 恶读指数 吕智是刘邦的劫法之妻 吕后在政治上的发迹始于诛杀一姓王 她凭借心狠手辣 阴谋诡计 一步步攫取了西汉王朝的最高权力 成为了真正的无眠女皇 公元前195年4月 刘邦去世 5月 刘邦17岁的儿子刘盈即位 他就是汉惠帝 由于他少不更事 大权落入太后吕智的手中 为了达到篡权的目的 吕智开始屠戮同姓王 吕智最嫉恨七姬和他的儿子赵颖王刘如意 将他俩视为眼中之钉 肉中之刺 刘邦死后不久 他就向他们下了毒手 一日 七姬被吕智派来的人关进女囚牢 七姬如同奴隶一般 一天到晚必须冲一定数量的米 冲不到数量就不给饮食 为了除掉刘如意 吕智将他从封地召回长安 惠帝刘盈和刘如意感情最深 知道了这个消息十分忧虑 他亲自将刘如意接到宫中 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予以保护 惠帝成天和他形影不离 吃睡都在一起 使得吕智难以下手 结果吕智还是趁汉辉帝打猎之际 将刘如意堵死 惠帝悲痛欲绝 只能服侍痛哭一场 吕智杀了刘如意后 兽性大发 开始残害七姬 吕智命人砍掉他的手脚 挖掉他的双眼 给他灌了哑药 称之为人质 并扔到臭气熏天的厕所里 过了几天 吕智派人请惠帝来看人质 看到这没有手脚不能行动 没有眼珠看不见东西 张开嘴发不出声的妇人 横躺在厕所里 惠帝几乎吓坡了胆 再仔细一瞧 原来是父亲最宠爱的妃子 刘如意的生母欺负人 惠帝见了这惨不忍睹的场景 顿时失声好逃 回到宫中便卧病在床 他在病中派人对生母吕智说 把人害成这样 简直没有人性 我是您的儿子 实在没有能力治理天下 汉惠帝后来在忧郁中死去 年仅24岁 汉惠帝死后 吕后又操纵少帝纪委 虽然他千方百计的想巩固政权 不辞辛劳的帮扶少帝临朝 但少帝并不感激他 公元前184年 少帝逐渐长大 知道自己生母竟为吕后所杀 不安宫廷险恶的他气愤的说 太后怎么可以杀死我的母亲呢 将来我长大了 一定替母亲报仇 吕之闻之这件事后 立即将他幽禁在永仓宫 不久就杀害了他 令立恒山王留意为帝 四年以后 吕之一命呜呼 二 贾南风 善度好饮 身份 西晋惠帝司马忠皇后 恶毒指数 贾南风出身于明门 他的父亲贾冲 是晋朝明臣 贾南风生的粗 短 恋 恋貌其丑 眉厚有幼稚 而且性格暴躁 残酷冷血 贾南风的母亲生性善度 而姐姐又放荡出名 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 造成了他不仅妒忌心重 而且耗淫的性格 他不但借刺客之手杀害一几 甚至欢意见计 直刺太子已经认身的嫔妃 致使婴儿随任坠地 惨不忍睹 贾南风在生活上也愈来愈荒淫放荡 本来他对丈夫就不甚重义 愿他呆吃无味 不解风情 因而 他早就与可以自由出入公围的官员 如泰依令成俱等人淫乱 自从大权在握 他更毫无顾忌 大四搜罗南宠 攻起淫乐 他手下有一批人专门给他 道出雾色见美的少年 秘密送到宫中 是壁后便被秘密杀掉 一个供职于洛阳城南衙门的小丽 人长得英俊如雅 一天在街上行走时 遇到一个穿戴不俗的老妇 经过一番花言巧语 老妇人把她骗到了一个 只见亭台楼械 假山流水 仿佛天堂的住所 一个三十五六岁的贵妇人 早就等在那里 贵妇个子不高 皮肤清黑色 眉间有霸 她拉着小丽的手高兴地说 果然是个标志人物 然后盛情挽留 日日共情欢宴 就这么住了几天后 贵妇人还依依不舍地 送给她许多华丽的衣服和珠宝 小丽从此报复 当时 洛阳城南区常常发生盗窃案 小丽的报复 引起人们的怀疑 贾家亲属也有背道的 就命令衙门审问 小丽据实想了自己的奇遇 旁听席上的贾家亲属 根据所描述的贵妇人形态 断定是贾后无一 于是善笑着而去 参与庭审的官吏 也都心领神会 只好草草收场 这个小丽可能是得到了贾后的特别厚爱 才侥幸没有被杀灭口 也算是很幸运了 三 刘玉娘贪婪杀夫 身份 后堂庄宗李存旭皇后 恶毒指数 后堂庄宗李存旭的皇后刘氏 小明玉娘 刘氏被册封为皇后之后 和李存旭一道巨脸钱财 贪婪而且吝啬 刘氏与父亲刘嫂 自幼失散 当刘嫂确认宫中贵人就是女儿后 迫不及待的来到宫中求见 刘皇后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不认这个贫病父亲 还用棍棒打探 赶出宫门 老人气得昏死过去 醒来之后嚎啕大哭 从此再也没有了消息 刘皇后占有国库无数财宝 仍不满足 还派人到全国各地经商贩卖物品 从中于利 成了历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不务正业的商人皇后 刘氏为了多销商品 竟将甘献国品以自己的名字 玉娘命名出售 玉娘牌一出 果然具有名人效应 人们屈之若物 生意大好 以至于市场上出售的柴草 都要说成是从后宫出来的 公元926年 赵在里首先在夜独谋反 判军很快攻到都城 李存旭在抵抗中被冷剑射破面门 拔出冷剑后 口渴的要命 到处找水喝 大叫刘皇后来事后 这时刘玉娘一看大事已去 非但不去看望庄宗一眼 反而叫宦官送去一碗烙浆给他喝 而据当时传说 凡是被弓箭或冰刃所伤的人 往往感到又渴又闷 如果喝水的话 还可以救火 喝粥或烙浆 自死得更快 李存旭刚喝下一碗 便一命归息了 刘玉娘收拾戏软 与李存旭的弟弟李存卧逃出宫门 他害怕李存卧丢下他不管 便百般挑逗李存卧 而李存卧见他姿色犹存 风韵无限 便乐意与他私通 自死一路双宿双飞 但是他最终惊人告密被捕 新统治者指令他自尽 四 胡冲华 奢华重佛 身份 北魏宣武帝元克皇后 恶读指数 北魏宣武帝皇后胡冲华 大肆重佛 身性佛法能减轻罪孽 临朝后 他号巨资广建寺院 开凿石窟 其建筑规模之宏大 实属历代之罪 如在洛阳龙门山建造石窟寺 前后用功达八十多万个 他在皇宫旁修建永宁寺 其中一所福图塔高九十丈 塔上立柱高十丈 离开京城百里之遥 又能望见 鉴于重佛造成大量社会财富流失 大臣立冲 张普惠等人多次上书觐见 然而胡太后固执如常 胡太后又极爱饮宴游乐 高兴之余 常常赏资亲信大量财物 一次 他上山游玩 随从多达数百人 为了取乐 传令手下大开府库 命王公 嫔妃 公主们随意攫取 结果大量卷博赛入私价 胡太后豪手无度 刘峰所及 达官贵人静车夸父 高阳王元庸有男仆六千人 妓女五百个 一餐饭花费数万钱 河坚王元琛与元庸比赋 用银槽喂马 用西域锁闪马脑碗 水晶中 赤玉湖燕饮宾客 张武王元庸看见气恼不堪 卧床三百天不能起 此外 胡太后个人私生活 也荒淫无节制 清河王元义容貌俊美 胡太后借故将其召入后宫 不但与其私通 且将朝政大权委托于他 他又思绪面首 身练义男子杨白华 与之艳影玩乐不休 胡太后所作所为 激起朝野内外的不满 领军元叉借故发动政变 杀掉元义 囚禁胡太后 而胡太后又四击发动反击 将元叉杀掉 重植权壁 此时的北魏朝政一片污住 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终于引发大规模的反抗 随后 胡太后竟于亲信将孝明帝堵死 向天下宣布 由年仅三岁的林桃王元州继委 消息传出 天下震惊 朝野分开 大都督尔朱荣趁机兴兵作乱 南下攻陷洛阳 胡太后见大势已去 便自行学法违尼 躲入佛寺 武太元年四月 尔朱荣兵入洛阳 将胡太后和右弟沉入黄河逆死 又将文武大臣二贤余人尽数杀死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和音之变 又有一说 胡太后乔装逃过慈节 后沦落为娼妓 吾 李凤娘凶悍镇主 身份送光宗赵敦皇后 恶毒指数 李凤娘是送光宗赵敦的皇后 她天性憨度 一日 光宗洗手时 看到侍奉其唤洗宫女的手特别白洗 十分喜爱 禁不住身手触摸 责责称赞 几天以后 李皇后就派人给光宗送去一个食盒 说是闻听君王喜爱此物 且特意取下 李凤君上 光宗听了十分欣喜 打开食盒 赫然发现 里面成的竟是那位宫女被砍下来的双手 震惊之余 几乎晕厥 当时 光宗后宫除皇后外 还有皇贵妃 张贵妃 福吉宇等妃品 皇贵妃本是孝宗谢贵妃 后立为皇后的侍女 光宗出为太子时 孝宗因见她缺少机械服饰 而把皇室赐给她 光宗对皇室宠爱有加 其位后便立为贵妃 可是离皇后实在不能容忍 皇贵妃得宠 于是趁光宗离宫祭祀之时 派人谋杀了皇贵妃 当时光宗已卧柄在床 听到皇贵妃报王的消息 病得更重了 张贵妃 福吉宇两人 也因皇后嫉妒 而被下令改嫁平命 相比惨死的皇贵妃 她俩可算是幸运多了 李凤娘还几次离见孝宗 与光宗父子之间的感情 光宗最初即位时 梅丽嫡长子赵阔为皇太子 令李凤娘忐忑不安 一次 她趁刚刚病遇的光宗 在宴席上醉酒时 请求光宗立以封为家王的赵阔 为皇太子 以帮助光宗处理真武 光宗也觉得挺有理的 但她坚持请示父亲孝宗后 在行侧礼 可是李凤娘不听 愤然而去 又不许孝宗等人面见光宗 孝宗一连几天没能见着儿子 便向李凤娘询问皇帝的病况 李凤娘于是托辞光宗多病 要求立家王赵阔为皇太子 以辅政 但孝宗认为光宗才即位不久 连政事也没熟悉 却把政务都委托于儿子 实在与理不合 因而否决这一建议 李凤娘觉得孝宗处处针对自己 于是回宫向光宗哭诉说 孝宗不想立太子 必定另有企图 光宗被蒙在鼓里 以为孝宗别有用心 于是气得以后不再朝见孝宗 他对太上皇的态度 令权朝哗然 庆元六年 有算卦之人指点李凤娘会有灾厄 于是李凤娘穿上道袍 前心是佛 只是他在难逃此劫了 同年六月 李凤娘病死 终年五十六岁 料万事恃宠而狂 身份 林建宗朱建神贵妃 恶读指数 万事幼年即被选入宫 充当孙太后的宫女 长大以后 成为一名私一女 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朱建神 耳鬓思膜 渐渐产生私情 万真儿长得丰满艳丽 而且为人积极 很受太子宠爱 但是自从皇帝登基以后 两宫太后又为皇帝 选纳了几名女子 分别是皇后吴氏 妃子王氏 白氏 各个年轻貌美 令万真儿深感嫉妒和仇视 皇后吴氏 面对万真儿的墓中无人 也想整治他一番 疑似 万真儿觐见的时候 傲慢无力 进退无序 受到皇后训斥 万事毫不示弱 出言顶撞 皇后大怒 夺过太监手中的棍子 对其杖则树下 万事委屈之余 在皇帝面前借机诉苦撒娇 皇帝一怒之下 把吴氏废掉 另立王氏为后 成化二年 万事生下一子 被封为贵妃 但是孩子不久变夭折了 以后他再也没有生育 万事面对宫中的年轻女子 常常自危 对其他女子的受宠 极度到了疯狂的地步 一发现哪个妃嫔怀孕 就派人以治病为名 使其堕胎 而每当此时 皇帝不但不敢追究 反而对他低声下气 好言相对 一日 皇帝宠幸了一名姓妓的女子 既是由此受孕 万事命一名宫女前去查看 那名宫女很有良心 回报说 不过是身体抱病而已 替既是隐瞒了过去 后来既是分娩下一男婴 要求守门太监张明将其逆死 太监不忍 便私下将婴儿藏入密室抚育 而且废后无事 也常去探望照顾 此时皇帝只有一死有疾 年近两岁 刚被立为太子 即被万事毒杀 后继无人 皇帝深感苦恼 一日 皇帝对着镜子哀叹自己年岁已老 却仍旧没有自私 太监张明借机禁言 道出实情 皇帝大喜 将济世和孩子 截入宫中 之后 宫中不断传出妃子怀孕的消息 另外是痛苦非常 由此 他迁怒于济世 将其害死 太监张明身恐离祸 在为太子跪拜祈祷之后 也吞金自杀 成化二十三年 万事因为一宫女出源讥讽 大怒 用胆子连打宫女树下 谭勇堵住气管而昏厥 继而身亡 此时五十八岁 皇帝听说万事已死 两久不语 半天才说了一句 万常是走了 我也将不久于人世了 果然 不久他也随之死去 万事由一名普通的宫女 到专宠后宫的皇贵妃 而且 她长皇帝十七岁 这样的例子 在明朝是绝无仅有的 七 郑贵妃 连犯大案 身份 名神宗朱义军贵妃 恶读指数 正是 名神宗朱义军的贵妃 长得娇艳妖美 而又最善于迎合 她一入宫即被岳籍 加封为贵妃 甚至地位岳居 已生有皇长子的王公妃之上 郑贵妃一心想当皇后 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朱长荀成为太子 但是皇帝确立皇长子朱长洛为太子 这对郑贵妃来说 是个沉重打击 万历四十二年的二月 李太后死去 郑贵妃的顾忌再也没有了 一手策划了宫廷两大谋杀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次傍晚 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 手持枣木棍 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长洛居住的慈庆宫 打伤守门太监 直冲到大殿前沿下 才被内侍抓获 警察正罪犯名叫张柴 他供出自己谋害太子的行动 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庞宝 刘成所知是 郑贵妃越想越害怕 于是到万历地面前 连哭带号地要求给他做主 不然的话 就要死在皇帝的面前 惊他这么一闹腾 果然万历地心软起来 他要郑贵妃去找太子求行 郑贵妃到了东宫 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 愁气着 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 太子毕竟年轻 对宫廷这种 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没有经验 便很痛快地 让手下曹你一道旨意 要朝中大臣们 不必再为此事多加纠缠 既然凶手早已抓到 即刻正法就是了 不要牵扯他人了 五年后 明神宗病死 皇太子朱长洛继位 视为光宗 可他在位才三十天 便驾崩了 挺计案了结以后 郑贵妃见皇太子的地位 不可动摇 为将来着想 所幸极力去接近皇太子 郑贵妃先是把自己 最喜爱的珠宝 献给皇太子 又在自己的宫中 选送八名最漂亮的美女 给他 皇太子开始整日 沉眠于酒色之中 年纪尚不足四十 却早已垮了身子 等到即位称帝时 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后来 红炉寺呈李可卓 献上一颗红丸 自称是仙丹 光宗服后 觉得精神大有好准 过了半日 李可卓又献上一颗 光宗服后 竟再也没有起来 光宗一死 内外官员都要严查凶手 但最后 却只把李可卓充军 而与李可卓 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郑贵妃却躲了过去 光宗一死 郑贵妃立刻 企图当太后 垂帘听政 她一面把皇太子 暂时隔离起来 不让她登基 与群臣见面 一面又缩使 她最宠爱的妃子 李选世 不要搬出乾清宫 以便向朝臣发号施令 但朝中官员们 不买他们的账 群臣以西宗名义 宣布 萧去李选世封号 对郑贵妃也不予理睬 崇祯三年七月 这个一生 享尽荣华富贵 连做梦 都想当皇后的女人 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欲望 而结束了可悲的一生 八 慈禧 冷杀懒权 身份 清贤丰帝一皇后 恶读指数 公元1861年 贤丰帝 病死于热和避暑山庄 临死前 历六岁的儿子宰臣 为皇太子 继承皇位 同时任命 获不尚书 宿顺等八大臣 主持一切政务 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 不甘心权力 落入宿顺等人的手里 发动政变 垂帘听政 1834年 同志皇帝宰 已满18岁 按照封建理一致 慈禧太后 只好宣布撤连 还政同志 但她并不把实权交给她 而是处处干政 致使母子间隔阂越来越深 慈禧只关心自己地位的升迁 和权力的稳固 对儿子很少妇爱和教育 致使同志生活放纵 荒淫无度 还微服到民间去寻花问柳 染上重兵 同志得重兵之后 认识到自己受制于皇太后 是因为自己年幼 大权旁落 为了不使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她决定离一个年岁较大的侄子 继承皇位 为此她传师傅李红枣入宫 将她的决定写入遗仗 可是李红枣惧怕慈禧全市 离开同志后 就马上到慈禧那边告密去了 慈禧拿着儿子的遗仗一看 立刻火冒三丈 一下死得粉碎 她下令中断同志的医疗和食物攻击 就这样 没几天 同志弟就死了 同志死后 慈禧为了独揽大权 想尽各种办法 除去可能损害她全市的人 首先是同志弟的皇后阿鲁特氏 一次 慈禧把皇后召至宫中大骂一顿 吼道 你害死了我的儿子 还想做皇后吗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皇后回到宫中悲痛不止 慈禧一面亲自施加压力 使之欲活不成 把皇后逼上绝路 一面又通过皇后父亲转达 要她为同志殉葬之意 在慈禧的百般凌辱下 在同志去世百日后 皇后便以身殉服了 慈禧逼死皇后阿鲁特氏后 就决定对慈安皇太后 扭护路氏下毒手了 据说咸丰帝生前 对慈禧有所戒备 古她临终前 曾召见全体后妃 唯独没有召见慈禧 咸丰还写下了一道遗诏 交给皇后 慈安太后 令令一旦慈禧 谋取朝廷大权 就宣读诏书除去她 慈禧对慈安装出 非常谦功的样子 致使慈安太后 拿出这道遗诏 并当着慈禧的面烧掉了 慈安这样做 是为了打消慈禧的顾虑 也为了感化慈禧 但慈禧并不领情感恩 反而加速了她独裁的进程 1881年4月的一天 慈禧派人送给慈安一盒点信 慈安之后 顿时生起病来 医生还没有来得及进攻救治 慈安就毒发而死了 甲午战争后 以抗有为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 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 光绪帝的变法 慈禧太后非常仇视 就在定国是赵颁布的第四天 慈禧罢出了翁同和 使光绪失去碧膀 接着控制了人事大权 令凡是文武官寿上 吉卜寿大员必须到皇太后前显 1898年9月21日凌晨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把光绪帝幽进于中南海的营台 重新训证 继而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士 至此轰动一时的维新变法运动 宣告失败 慈禧直至临死前 还死死抓住大权不放 1908年11月14日 光绪生病死了 光绪没有儿子 慈禧又立吉利春亲王 载丰的儿子溥仪为皇帝 让载丰为社阵王 溥仪这时只有三岁 慈禧又可掌握大权了 然而第二天 慈禧也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感谢您收看起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